在巴西潘塔纳尔师地 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镊齿动物之一 水豚 水豚是一种半水漆布鲁动物 也被称为巨型水鼠 是南美洲的特有物种 水豚身长可达1.3米 体重可达66公斤 这些可爱的动物 通常在靠近水边的草地上活动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植物 如芦苇、草和树叶 在一个典型的水豚家族中 通常有4-6只成年个体和一些幼崽 它们通常是以家族为单位生活 家族成员之间相互照顾 保护和协作 共同维护家族的领地和资源 水豚性情温顺 极少同类或与一类相争 在巴西潘塔纳 我们经常看到水豚 跑到营地前的草地上 和马一起吃草 水豚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就是眼睛 耳朵和鼻子都长在头的上部 必要时 它们几乎可以在水下睡觉 鼻子紧贴着水面 水豚有一对短小的耳朵 和敏锐的嗅觉和听觉 它们的后脚骨非常发达 能够帮助它们在水中游动 它们是非常出色的游泳者 喜欢在水中潜水 以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 水豚的主要的天敌 包括美洲豹 海门厄 和蟒蛇等 它们会潜伏在水中或水边 突然袭击水豚 天敌的捕杀 由于水豚性情温和 不爱戏杀 行动迟缓 在动物食物链中 属于弱势群体 虽然遇到危险时 会迅速跳进水中逃跑 但它们还是常常难逃 天敌的捕杀 成为天敌的重要食物来源 在巴西潘塔纳尔师地 水豚是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它们通过建造水坝和潮雪 来改变栖息地的水流 有助于维持河流和湖泊的生态平衡